书间上回 我们在月楼莫名其妙地捡了兄弟诗之后呢 我就发现周围总是传来箭塔的声音 一开始我是以为他在设我的小昆昆 但是呢我定眼一看 你猜怎么着 他居然是在设我的便宜爹 我爹呢也傻不冷灯地绝个大定 站在门口挨设 他甚至还跟我说他在练绝技 什么绝技 铁臀弓吗 而且你练得也太投入了吧 直接就被射倒了 800多块钱 勉勉强强能付个人行救护车的钱 这个铁镖倒还可以啊 正好我没有对吧 不对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老爹现在重伤了对不对 我们会给他脱光准备救治 他的东西呢 我这个做儿子的 就在铁包馆了 你像这什么禽虫 具有影响人心智能力的蛊虫 我能让它流落出去吗 我得亲自是 我得亲自把它封印起来 就这么把它扛起来 不太合适吧 要不先给它放下吧 我看它怎么救 等一下 汽血灵 生命灵 哦它已经死了 这什么情况啊 不是应该会重伤倒地吗 难道说被箭塔设是直接致死呢 还有老爹来门派看儿子 这合情合理吧 为什么箭塔会射他呢 铜门之宜 亲密之友良气秀的箭塔 哎等一下 我记得好像我进入这个门派的时候 我摸过这个箭塔 上面是有一个站围机友的呀 对吧 哎怎么现在不行了呢 而且我刚发现好像是 对 他们在高处又盖了个箭塔 之前这个好像是没有的吧 差点忘记我爹了好家伙 飞起来啊飞起来 我们找一个风水宝地啊 这个埋了 比方说我觉得我们掌门的这个小楼 后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对不对 哎就放在这个地方 他没死啊 啊我刚看你明明七雪归零了 你怎么可能 这武侠世界还有鬼的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刚刚一点放了下去 怎么第一次去 正常来说的话 哎你看 是不是它是放在原地的啊 哎就很奇怪 我觉得就把它葬在这个山头吧 还挺合适的 天天就飘在这个山头啊 盯着我们的掌门 哎 谁让掌门放得见它 给它设备呢 然后呢我们用船 送到出生点这个功能 直接回到我们开始的这个船上 所以你开局这块地啊 尽可能的放在你整个世界的中心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啊 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洛沙堡啊 去找宋红月啊 因为我们之前的包裹啊 是被他买走的 这小子 他是不是要打我呀 我们之前打的个盗匪呢 也是这样的啊 就是他上来想和我们这个抢钱嘛 然后呢看清我的真容之后呢 就怂了啊 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极恶如愁的那个名望名声啊 所以说呢有这个效果 多谢大侠不杀之恩 小的以后想跟着你 对方对你产生了崇拜之心 是财如命的盗匪 于我实力伯仲之间 厌恶我的身份 但是因为奇遇崇拜我 还嫉妒我 哦之前天天拍卖会的时候他也在是吧 那收了吧收了吧 我还没收过小弟呢 他对我的信任达到了极点 哦直接两千啊 主人以后有什么吩咐 尽管给我发命令 小的赴汤导火在所不辞 这么夸张的嘛 你路上遇到一个人 你说要向他效忠 然后他接受了你 你就对他直接两千 毫无保留的这种信任吗 说实话有点离谱啊 咱们先把这个猴给他训了 这个每训一个动物啊 好像 哦还收到了这个门派里的这个 工资啊 太冲我不行了快来救救我 哎呀我看到晚了呀 真的是晚了啊 还有这个司马顾月啊 我能不能让他对邀请加入门派 不然他来这个门派找我 不是你一个小小盗匪 我邀请你加入门派尹庄真 尹真庄 你还问我要钱 你要脸吗 不给 哪有那么多钱啊 艾死死了啊 你二真竟然被射死了可不能怪我 我跟你讲啊 这个猴大的我们也给他这个喂养一下啊 呃也喂蛋吧 昏昏正说就要说了啊 没我这家得饭 哈哈哈哈 跟我们小弟呢稍微交易一下 把这个钱啊 要啊全部拿过来 然后呢把我们之前 攒了那个盗匪的头啊给他 哎 毕竟是盗匪出身 对不对 你不给他一些东西震慑一下 我怕他以后啊 施主夺宝 猴大的名字啊 给他改一下 你就叫悟空吧 我们继续前进 诗娘的名居建造中 啊我怎么还帮他造了个东西 诗娘 这人是谁啊 身上没有任何任务 但他的名字叫诗娘 这两个字就让我很想帮他 你们懂吗 我就把我身上的一些高级材料啊 直接送给了他 这样他造房子啊 非常的要这个快速便捷 但是呢 他死活不收 非要塞给我1369块钱啊 我勉勉强强给他接受了下来 顺便呢我们传授一下 诗娘一门工坊 就一斤斤吧 因为这个是最高深的 这里我们再交一门必读诀 毕竟他把房子盖在这个 有毒杖的环境里面啊 如果不必读的话呢 非常的危险 再交一个铁骨诀 毕竟有琴骨这种东西啊 还是学一学以备不时之需 五绝弓 哇我跟你说就算是亲爹 也没有说一天传你四门内功的 对不对 我们的便宜爹 就交了我一个 然后就跑了 再次见面的时候 直接死在了我面前 你说这玩意的离谱不离谱 我们上辈子 不是留下了一些这个玉嘛 然后我拿来升级 都升的是暗器啊 因为我当时觉得暗器和毒 应该是在一起的 就跟我当时玩的太古灰卷一样啊 我也觉得暗器和毒在一起 结果也是两个门派啊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来一个暗器流派 竹香坛 这个门派叫灵牛派 啊你一个玩暗器的 你跟我说你叫灵牛 既不飘逸也不聪明 更不暗器啊 公子快救救我 怎么了 你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啥玩意儿 灵牛派才刚刚在这世界上出现 怎么就和你结仇了 这恶贼一直纠缠我 我父亲不许竟然被他活活打死 这恶贼还要逼迫我 从他小女子宁愿去死 这是这个师娘的一面之词 如果我们信了他的话 肯定是要帮的 但这个冯三孝啊 你这个名字 我觉得你也是做出这种事情的 对吧 但他的实力很强啊 1268的弃血大概率打不过 并且呢就算我们打过了 跟这个灵牛派 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结了仇 后续的话 我们想潜进去拿些弓法什么的 就不方便了 所以说选这个是最理智的 但是江湖儿女快意情仇 直接帮助 实力较强的敌人呢 我们要尽可能使用波惹风雪手 来将他风雪 那么我们这的话呢 就顺便再把他给进阶一下 我们有100多的武学心得 把这个千毒手关一下 因为他要的24不是那么容易出啊 这种22的我们给他提升一下 然后呢再把这个行翼蛇给提升一下 这样一来我们有了三个小成功法 实力更上一堂楼 开始战斗 掌 接两个脚 然后拳 在这个位置我们选择拿这个掌 这样的话回春功就有了 再来一个掌 行翼蛇也就有了 OK 来 对目标造成了腿部残疾 但他们要他打的是 妙手空空靠手的 风雪手有个机会 有 哦 不对 这个腿法 不是我们自己的腿法 不行啊 那就很尴尬啊 但是呢我们能抽一个 看再抽一个腿 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 哎呀 再来一个掌就好了 天要王你啊 冯三孝 他这两招也就能打我们 大概半血吧 但我这里啊 一个波热 风雪手 直接把他的行翼 迪奥迈天坏友情 把他全部封住 他偷取了对方一个招式 然后呢 我们再打一个 千毒手 我非常期待后续学 那个千猪万毒手啊 猪耳的招式 然后把我们这个强度再提一提 行翼蛇 弹脊腿 风雪 他自己来上个尖刺 15层的毒罩 我们自己呢 吃个药 烤肉 10层的回复 暗器暗器暗器 我们要想办法 用这个掌给他破了 一个掌的话呢 就没办法 我们先出拳 然后呢接掌 这样的话 克着他两个招式 然后呢 再换成拳 再克他一个招式 这样的话彻底破招 好 我们的师娘还帮我们打了一招 千毒手 我们先回联系 哇他这一波圈打了多少招 9招 加1 10招吗 啊 那如果我先出兵器克一个 然后呢转成掌再克一个 然后换到腿 把这个转成腿 然后再腿腿 腿 腿 这样的话我打出了应该是9招 嗯 还能出两招这个 哎呦 风学手好啊好啊 但我不会被他一波抬走吧 哇 哇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啊 但确实是没有打过 说起来呢我们跟刚刚的家伙打的这一架就是为了师娘啊 我们毕竟跟那个人无冤无仇啊 只是有点看不过眼 那么现在师娘对吧 把我这个救走 也算是应有之意啊 哎又给我送回了这个医馆 哎 哎你就只能把我放到门口吗 哦因为晚上你进不去是吧 红秀来了 想要把我们梳理影集啊 非常好 不愧是我的大老婆啊 之前虽然说在他面前娶了二老婆 哈哈 但他还是带我们如初 这就是你给我治疗过后的身体吗 这影集都该把穴位盖住了好吧 我想再被治疗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伤很重啊 非常非常重 你当时给我治啊 嗯 不是什么你怎么要去喝酒了啊 怎么还传授绝学呢 你没看到我都快经脉寸断了吗 你还让我教你武功 他身上也有一些影集啊 哦 就是之前那个DN狂影集 你们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找二老婆的时候搞到的 嗯这个影集不是很多啊 我们可以把它治了 那我帮你治好了 你能不能帮我治一下呀 我真的快死了 你能帮我治疗吗 问题是我躺到床上 你也不给我治啊 治疗影集 嗯 这应该是出bug了 没弹起来呢 我换张床 治疗影集 诶 真治不了了呀 为什么呀 算了 治不了就治不了吧 我们再等等啊 先把我们的这个一金金啊 传授给他 让他以后如果再出现伤心一绝的情况啊 不会伤的那么重 那这样吧 我们先看一下之前买的两副藏宝图吧 因为我现在这个血量也不可能去打造匪了 玄火结星宫 制造心得成9 啊 连这种制造心得都能放在这个宝藏里面 烂鱼充树吗 那我们就来到这边的山峰峰顶 把这个宝藏也拿到手 宝藏是个陷阱 还能这样呢 还好是不掉我这个生命力啊 你但凡掉一点 我就得死在这山顶上 我们来到荒沙坡 找一下这个宝藏还有误导石 这里面是口井啊 哦 不是 这里面应该就是藏匿宝藏的位置 我们先把这个蒸汽恢复完毕 这个毒蛙我记得特别牛皮我跟大家说 但是我只是拿个东西问题也不大吧 我50本断刀心得啊 贵贵 走了 这是毒蛙的话我们后面啊 后续再给他打 我记得他是有几千点血啊 远远不是我们现在能打得过的 来了一只狼 然后把他驯服 你这颜色有点尴尬啊 如果你是纯黑我可以叫你笑天犬 如果你是纯白我可以叫你白狼 如果你是上面黑下面一点点白 我可以叫你乌云踏雪 你这 你就叫哈士奇吧 完了 我太飘了 我服了好吧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 等一下我好像找到了 对 误导石 游龙金梦踏云去 崩雷冲销 斜风来 飞龙在天 斩虹徒 剑龙在田 物乾坤 领悟绝学 万寿奔腾入门 每性化一次动物 伤害次数加一 诶那这个可以啊 我已经是驯化了有四个了 这种次数我现在觉得呢 就应该拿各种各样的伤害啊 你像这种功法吧 其实得来还挺容易的 兵器家 旁边这边区域的物道点 我们也来领悟一下 日入龙城 御清碑 行如舞 冻雀摧 龙园一醉 妖明玉 叱咤风云 酒气开 领悟绝学 烈焰刀入门 特殊地块 武林大会解锁了 哎呀 我看看放在什么位置啊 就放在我们的医馆旁边 龙泉镇也可以放了 林安城还差一些 放在武林大会南边 之前这个活明明是红秀的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师娘呢 就很奇怪 这次来个寒冰牛派吧 北盲山引竹楼势力 雪原寒冷舞 哎你说你放着你也不知道对称一下 对不对 你这放着多难看啊 宋洪月 那还记得宋洪月是谁吧 哈哈哈哈 就是拍了我的遗物的家伙 哎呦我还没去找你 你先来找我了 温红秀 焚天刀法 一刀秒杀 强啊 把这个遗物给拿回来啊 哎他怎么把这个 你不会要治疗他吧 宋洪月目前是对我害怕加一些厌恶啊 但是呢也还好 他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无非就是买了我的遗物而已 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所以说我想啊 来 我传授你一斤 算了一斤斤是传给我老婆的 我传给你这个 玄火结星宫 这个也很厉害啊 而且他是玩这个火焰刀的吧 所以说还是挺适合他的 哦这边是要给我树立应急啊 行 这边我边给他传弓 然后他在后面边给我智商 好家伙 我主要是想把这个关系拉上来 然后把他邀到我们的门派里面去啊 当我们的小师妹 哈哈小师妹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这是我花的第一笔啊 也是我招募的第一个人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有同门之遗了 然后呢把我们之前的遗物啊 给他打开 瞬间我们的钱从七千多啊 变到了一万五千多 然后武学心得 这种东西真的是捡到了就能用的吗 有点离谱啊 绝学呢我们来调整一下 这个回春弓啊 感觉意义不是很大啊 先给他拿下来 然后呢我们装上万兽奔腾 主要是加三个腿啊 并且呢他的伤害你看 会因为这个动物的种类而增加 也挺牛皮的 正好呢我们也来进阶一下 每一次呢是三倍的腿发攻击 然后我们有四种动物的话 是打十二倍腿发攻击嘛 那是不是也太猛了呀 还有这个波惹风学手啊 这个也要进阶 只要六十 他这个进阶的话呢 也就是从三倍变成了四倍啊 风学的次数并没有增加 这个是比武大会的那个地块 这里居然有马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马给他打晕 然后把他给驯化了 驯化 nice 这马能骑吗 我现在腿残了 真的是非常需要一匹坐骑啊 解锁天命 天生兽语 可以直接驯化动物 哦还真可以啊 还能把他改装成马车 白马是吧 那你就叫狄卢啊 照例我们喂他一颗鸡蛋 然后我就发现 就算我骑了马 我的速度也还是这么慢 就跟我瘸腿走路的速度是一样的 哎呀什么意思吧 我瘸腿跟我这个马有什么关系 啊 奇怪怪的 江西烈江湖散人 先不管你啊 我要去找那个医馆馆主 看一下位置啊 城隍庙 医馆 就在这边啊 医馆馆主 我能直接骑马进去吗 下马 然后我躺在这 他应该会为我治疗吧 要钱 无所谓啊 舒服了舒服了 果然还是花钱治的痛快啊 只花了一千五百块钱 我瞬间又升龙火虎了 江九通 哇一千九百的气血 比我们这个掌门还要猛 你知道吧 喜随功 大量增加气血和负重 大量 画龙功 美驯化一种动物增加属性 贵贵 只要态度大于二百就行 哇 二光龙马精神行忆猴 你这个绝学不怎么样啊 内功特别强势啊 三件套加一个奇数 一共四个啊 拉到两百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龙绝给学了 然后这个喜随功的话呢 我们的轻功能力不够强 这就很尴尬啊 先学画龙功 我想了一下 不如我们把这个血位 给它改成回 哎 这样的话呢 一斤斤 等一下 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我们这个经脉分成了三块啊 你们看 左上角一块 右上角一块 还有下面这一块啊 每个的都是六个 而我们左上这块的六个呢 全部都被我们一斤斤用上了 包括还有会员仪器和土拿法 就非常完美 然后画龙功也是六个 所以说这边六个最好是能符合它 或者说下面这六个 但是嘛 你们仔细看啊 它是要两个圆三个回 两个圆三个回 还有一个三角 嗯 就不符合啊 除非把这一块和这一块混着用 但混着用的话呢 我们后续的功法就不好搞了 所以吧 我们最好是在搞一些这个 转翘学转学位的东西啊 打那个毒蛙是可以掉的 但是我们现在肯定打不过啊 嗯 就有点尴尬 要不我们先随便凑合的先用着吧 圆 回 三角 回 这样的话就浪费了很多啊 你们发现了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成回 然后再圆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回 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我没有那么多改 嗯 那就先改一个好吧 先把这个改成回 先把这个改成回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连接 然后再到这个圆 然后再到这个回 先这样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骑上狄卢速度还那么慢了 并不是因为我缺了 而是因为狄卢他本身也缺了 啊 我缺了可以在医管制 那狄卢缺了怎么办呢 我又不能骑着狄卢然后躺在病床上 你看不行的 我也不能让这个医生江九通来帮我们制这个马 那不是完了吗 我就只能骑着这个瘸腿马了 在江海雪的布庄里面 我买到了做改装马车所需要的这个东西 我去找铁箱铺买了15个铁矿 完了之后呢再去搞了一些木头啊 就可以把这个改装马车做出来了 但是我们这是一个瘸腿的马 所以说导致这个马车他也不会很快的 果然马车里面是可以放东西 问题是我坐出了马车 这狄卢还能不能跟随我作战呢 这就不知道了 这个高处的房子看起来就非常的富丽堂皇 龙泉这里面呢我已经全部逛完了 里面的VC的功法大同小异啊 我就直接出来了 准备过来把这个地方的盗匪式给他灭掉啊 成功完成挑战我们再拿一个掌法加二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竹银台 如果说一波刷出来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重新点进来一下 你看是不是竹银台就出现了 有了这个竹银台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轻弓啊 再上一层楼 然后呢就可以去那个镇子里面 学习更加高深的内功了 但这个好像 哦果然你看 它是有这个荆棘的 诶 那这个荆棘好啊 这个荆棘是可以 诶 为什么这边会有个晕掉的老鹰啊 哇 这个好被 诶 WTF 哇 这个老鹰这么大的 啊 我感觉我如果一不小心晕倒在他面前 他能把我吃了 哎 就这么夸张 OK 这是我们的第五只宠物 把气血回满 然后我们接着爬 通过这个藤腕啊 练习我们的红皮铁骨 哎 效率颇为不错呢 而且不止我们可以练啊 呃 哈哈哈 滴鹿直接晕倒了 好 铜皮铁骨升了一级啊 你看还能再往上升 好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悟道石给领悟了 轻功熟练以席得 nice 来 我们开始攀爬这根天柱 多有一种孙悟空爱爬那个塔的感觉 信手拈来掌 武学心得50 可以啊 千诛万毒手 这个我们在这个门派中也可以学啊 但是呢 它是需要什么 需要你有十层的剧毒影集才能学习 它的效果是造成自身剧毒影集五倍的伤害 也就是说你身上的剧毒越重 那么它造成伤害越高啊 这个就有点尴尬的啊 一点纯杀蒸汽等级 就拿个拳法吧 给它来进阶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造成六倍的拳法攻击 并且双方醉意之河每八层额外抽取一招 还有我们回原蒸汽的150%加成 万兽奔腾也来进阶一下 我目前已经驯化了五种动物 也就是说这个万兽奔腾的伤害应该是4乘5 相当于20倍的腿法攻击伤害 不知道是不是那么算的啊 旁边这个不醉不归是六倍全法攻击 然后回原蒸汽呢给它加上了1.5倍 就相当于是乘2.5倍 伤害也是不俗 然后拨惹风险手的话呢主要是一个控制 并且呢也有2.5倍的伤害增幅 那么相比之下这个千毒手形一蛇妙手空空啊 呃就有点一般了 对吧就有点一般了 要不我把这三个拿掉 呃一个武器一个暗器 三个掌 三个掌的话 我们这个拨惹风险手就不好放了 我们再带一个回春弓 因为它也是回原蒸汽加成的 三掌一拳补充一下 这样就是九拳八角 六掌 那这样看来的话 其实我家们的那个门派啊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提升 你们发现了吧 它那些毒弓啊什么的我都不用了 嗯好像是时候退出门派了呀 判出诗门好像是会发什么追杀令的 他们会对我这个追杀吗 好像并没有啊 只是诗门里面清空了 啊你看这个良心秀啊 跟我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呀 来自百兽宫的门派邀请 哦 还能这样的啊 整个百兽宫里面有九个人 原来洗髓宫和化龙宫就是百兽宫的这个内宫啊 并且你看这个万兽奔腾我们不是也会了吧 就是他们门派的至高绝学呀 虽说我没有加入他们门派啊 但是哎呀该有的都有了 那我加入你们好像意义不大呀 又来了个新地块我们就直接选择林安城了 目前已经有了34个地块了 这林安城我们就放在旁边吧 因为他和这个镇子最好不要离得太近 因为他们有马车嘛可以互相连接啊 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首先来到万寿山的山门啊 这算是路过啊继续简单的看一下 感觉好像比我之前那个门派灰红了一些 箭塔据为己有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其他门派的箭塔我可以直接拿进来的吗 百兽宫大殿 哦这个是百兽宫的公主吧 哎 你为什么要打我啊 不是哎我不是就拒绝了你的邀请而已吗 小友结怨 嫉妒哦我是要穿的传说 鄙视厌恶干嘛呀 所要物品 可以了吧 哎呦给了他两件价值400的这个装备啊 他就放我走了 哇这个人真恶心 还好我没有加入他你知道吧 他觉得装备真不错的 两件破白装有什么不错的 哎这个库房里没有人职守吗 啊 洗髓弓万寿奔腾土纳法 魂冤一气龙马精神 哦可以啊 这个书架上的东西还不错啊 我们就随便拿两个啊 触发门派禁忌判处试门 你即将受到来自门派的惩罚 引真状还要再把我腰回去 好家伙 我仔细的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加入那个 寒霜门派比较好啊 就是打冰冻的 武林大会又开始了 武派掌门 比上一届武林大会难多了好吧 欢迎来到武林大会现场 感谢各位江湖朋友参加本届武林大会 共襄胜举 我的第一个对手是 魏寒雪1200的气血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 我也不克要 咱们就拼实力硬打 我的动物好像都没带来啊 看一下我的万寿奔腾吧 按理来说的话 应该是20倍的腿法伤害 你在动我吗 哇一轮游吗这不是 真武头 哇绝血造成的伤害增加100% 我操这我能不要神器啊 真气加20 噗噗噗噗 陶木棍兵器伤害增加18点 流速度加81% 然后兵器的绝血加14%的伤害 这个就没有这个真武强啊 但也算不错了 我们直接800块 鸡的遗物 这鸡的肚子里面还有鸡屎能拿来卖钱 我真服了呀 啊 这是什么东西 仙佛茫茫两味臣 一品食物 直接加30点 认真气 你是认真的吗 啊你你真的是认真的吗 一本一斤斤好像也就加那么二三十的真气吧 哇这个太夸张了 我这一波拍卖会结束之后 我觉得我实力包涨啊 下届武林大会啊 必有我一席之地 医馆掌柜江九通居然能连胜这么多场啊 太夸张了 百兽工的掌门沈春兰拿下了江九通 把他也淘汰了 就是前面的人大部分都被江九通击败了 然后呢沈春兰击败了江九通 然后东东梅应该要击败了沈春兰是吗 哎呀只打了一场就获得了武林某主啊 这真的离谱 现在换了那个斗笠之后斗笠也没有啊 直接是给我加了一个红发 哦原来我轻松现在只是熟练 还没到小城呢 下一步是要到镜湖石灵来悟道 又来了新的门派啊 我们就要这个灼热吧 赤壁侠 哦测试版本世界大小进行了限制啊 不能再往上涨了 但门派是四个大小 呃我们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增添那么一两个大小的 北芒山的引竹楼势力从来没有邀请过我 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的实力啊就是比他们强 对不对 然后之前那个林安城啊 你会发现他是百兽会势力 也就是上一届武林大会的冠军 来了个所谓的大商人 你能有多少钱你就好意思叫大 四万七千五哦 哎你凭什么有我才九千多块钱啊 正好我之前不是买那个什么拍卖会嘛 花了不少钱啊 哎正好啊 那么除了装备之外呢 我又卖了一些什么木头石块金铁火石啊 各种各样的心得 最后呢是能卖到一万三千多块钱 这种土纳法功法肯定是不能卖给他的 因为有些人要任务嘛 给他的话呢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啊 嗯就这样吧 一万三千七百七十五 我们把背包里的心腹茫茫两位臣给他掏出来 直接吃掉增加足足三十点蒸汽 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蒸汽 怪怪 但是我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缺蒸汽啊 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可以改这个类型的那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功法我可以学的呢 这个信手拈来掌应该可以学吧 在经过我五六分钟的尝试之后啊 终于是搞到了这么一个顺序啊 你想搞到这六个的话呢 只有这个组合 大家看好啊 两个掌对吧 然后呢 来两个拳 同时这边出一个角 然后呢 再抽一个角 看到没有 只有这种情况 你可以学会这个招数 所以说你就要一直凑 一直凑 一直凑 终于学会 信手 燕来掌 武器和暗器 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装啊 装上之后呢 说出来的效果呢 挺一般的 我也没有兵器类的绝学呀 对不对 虽说兵器攻击很高 但是我只有一个兵器招式也没有意义啊 我把它摘了 把这个也摘了 这样的话我就只有十拳 十二腿 十二掌 出弓法的话呢 概率高很多 洗髓弓 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啊 蒸汽是非常富裕的 但问题是 剩下的这几个东西里面 是没有圆的 所以说洗髓弓是没有办法激活啊 江九通 您的武艺名声早已传遍江湖 在下非常仰慕大侠 想要跟从您 小的武艺平平但绝对忠心 你在说什么呢 江大侠 你不是连败五六个帐门吗 我人傻了 哎 怎么会这样的 跟我的小弟一劫金兰 但说着说着是我小弟啊 他的实力真的是 比我强了太多太多了 温红秀我想和你谈谈 怎么了 哦 我之前 之前好像又找了几个女朋友 但是我都不记得有几个 哄哄哄哄啊 啊 你简直痴心妄想 鄙视我 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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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答应啊 那我和谁分手了呢 之前我已经原谅过你 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呢 哦 他这次针对的目标是欧阳清玄 但问题是欧阳清玄之前帮过我呀 我被那个铁匠铺的女恶人爆锤的时候 是他帮了我 我觉得我不能选这个 因为我还想把欧阳清玄给取回来 我行我素 我要给你个教育干嘛 你要打我吗 啊他真的要打我 但问题是我现在也非常强啊 啊我还真不虚你啊 但问题是如果我把他打赢了 不就是家暴吗 打输了不就是被家暴吗 哎呀这个就很尴尬呀 我们先克武器 然后来个掌 然后出拳 正好信手拈来掌加千毒手 哇这套打的完美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打了这个看能不能抽一张 哦果然抽了一个 带来的千毒手 哇我现在实力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强了很多 那我再打了这个有没有机会 哦没有脚了 虽说有狗腿 但是这狗腿是不算的 但是我没有连招 能不能抽一个啊 抽了个掌吗我惊了呀 拳拳拳 起招又来了个脚 但还差一个脚啊 这就没办法了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 武林大会上我唯唯诺诺 关起门来家暴我重拳出击 但其实不是的啊 我跟他这只是对吧 夫妻之间的打琴骂俏 对不对 妙手空空 这里我们直接五角踹翻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啊 赶紧教他一下洗髓弓啊 这个弓法还是非常厉害 虽说他现在还没有生效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厉害 温红秀决定和你断绝情投影 啊 大侠实力超群 在下知道几个险恶之地 有可不生物 是不是那个毒蛙呢 极恶寒潭 熔眼火山 仗云岭 挑战一下极恶寒潭吧 哦 但是我太大了 就是这个地块被限制了 我靠 这太可惜了呀 行的先不管那么多了 我看能不能跟他 重新回到这个 啊 我跟他清头一颗霉了 但是我还是他的血型 他刚刚逼着我跟那个妹子分了手 然后他跟我现在也分了手 那不是尬住了我现在 这任务我们接一接啊 关系拉一拉 哎呀当初我也是这样做任务 然后取得了你的欢心啊 哎这个妹子也挺好看的呀 是不是 叫江月女 既然我少了两个老婆 我再找个老婆很合理吧 先给他灌醉 再封住他的穴 哎呀这不是任我拿捏 然后呢再把他的衣物剥除 哈哈哈哈 哦他这个已经会了 可恶 那我就不客气了呀 直接霸王硬上弓使出万寿奔腾之力 最后我们再给他训挂一下 五项能力换一个老婆 哎你怎么还打起来了谁 殷香玉 殷香玉不是我认识的吗 哎你怎么把我老婆打倒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判出了山门 门内就是派的殷香玉来追杀我 他就是那个铁匠铺的老板娘呀 那我不客气了呀 你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毛头小子吗 今天我就要为了自己和欧阳清玉报仇 虽说欧阳清玉已给我分手了啊 但是我不管 仇还是要报的 我们先三掌 然后切武器 再来拳拳拳拳 这样可以克他一招 哇他这直接腰子上中了我一拳啊 贵贵 心意蛇妙子空空 哎我们刚刚虽说好像取得零零上风啊 但是一个招式都没出发 就很尴尬 这波看有没有机会啊 先来两腿克他一招 然后是出掌 这边是三掌 然后再挂个拳 同时触发几招再来个拳 这样的话呢 信手拧来掌就出来了 但问题是我发现啊 就是我自从装了这个 这几个几乎都发不出来了 发现没有 因为脚不够 蛇形雕手 加妙手空空 打了我们三分之一吧 曾经那么强的印象欲 现在看来也就不过如此 来个信手拧来找 然后呢 牵毒手 克制克制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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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m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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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一招拖着风雪 拿下 搜刮一番 身上 我的妈呀 你是打劫了库房吗 你是让为什么全是装备 还有四万多块钱 我真是想不通 真是想不通 杀了肯定是不行的 就费个武功 想了想就费个千毒手 以示惩记 如果下次再来 那必屈辱向上手急 我废除了他的武功 欧阳清旋 江月你对你的好感增加了 然后门派内的其他人 对你的好感就降低了 这个信手捏来掌 我们给他进阶一下 到了小城之后 就是三倍伤害 然后抽两个招式了 哇 这个真的很强啊 如果我们还能有 这个纯阳真气的话 就更强了 那要不我们这个画龙弓 就不要了 因为他这个增加属性 就很不明显 你知道吧 玄火结晶 还有洗髓功 搞出来 这两个都是纯阳真气 这里三角 圆 圆 回 回 三角 可以啊 这不是很完美吗 回 三角 哎呦 又是因为没有圆 发现了吧 只需要改一个圆就可以了 可惜啊 你看这样子回去啊 我的真气都是够的 和之前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没有了这个所谓的 画龙弓的动物主要增强 但是有了两点的纯阳真气 这样一来我们信手捏来掌 就强化了很多啊 本来是打两倍抽一张 现在打三倍抽两张 还多了100%的伤害增幅 非常不错 好的 那么至此 我们这一期啊 大概用掉了 有七个小时左右的素材啊 还剩下三个小时左右的素材 我们放到下一集 因为它到26号之后 就不能玩了嘛 所以说我一天录了十多个小时 把素材全部录完了的 看在我这么勤奋辛苦的份上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点赞投币 收藏三连哦 在下一集中呢 我们将会挑战各路英雄好汉 直到夺取武林盟主之位 我们下集中的一集